嗨,大家好,我是来自Refugee101台湾的军援 我现在正在准备一场线上的分享会 主题是美墨边境见闻 美国庇护政策的挑战与现实 那名移民议题是许多美国人民认为最重要的前三大议题之一 如果你也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一起加入 本集Podcast的录音时间是 台湾时间6月23日周日晚上10点 新闻内容有可能随着你收听的时间有所改变哦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132集的观测站底加拉 我是可欣 我是方瑜 我是雷豆 刚才的开场是军院 就是Refugee101的创办人军院他的开场 那他在这周四的时候呢 会举办一场就是来 他真的就是实地周访美墨边境 那他现在也在一个美国的赤库工作 那他会来跟大家分享他在那边的所见所闻 那我之前就跟军院也有 就是在难民议题上面有一起 做一些呼吁啊 然后做办一些活动 那他的分享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他不只是去美墨边境 他其实之前还去泥巴嫩啊 然后还去应该是泥巴嫩吧 然后他好像也去过希腊 对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对于相关的议题有兴趣 也可以去 就是非常欢迎大家 那是在线上的 那如果当天就是6月20 就是6月27号 确认一下 对 6月27号如果当天晚上 大家有想要参加实体活动的话 就是观测站的这一个 读书会也是在同当天的6 7点到9点 那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来 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过书 就我们这次的选书是竞争之死 那如果还没有读过书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会设计一些讨论题目 那就是让有读过书 以及没有读过书的人 然后我们也会有个快速的review 看整本书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读过 也没有关系 还是欢迎大家可以过来 好 那今天的这个trivia呢 就跟这个竞争之死这本书有一些关系 因为竞争之死 他竟然在讲那个 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垄断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要问Lado跟方雨 你们猜猜看 2023年就是IPO的公司 美国在美国IPO的公司 他们的这个公司年龄的中位数是多少 我猜10岁 诶 你猜10岁 好 那那个Lado呢 我猜 好难哦 我猜15岁 好 诶 我对不起 我应该要先给你们 给一个数据好了 1980年是6岁 好 你们现在知道1980年是6岁之后 你们有想要改变中位数字的这个猜测吗 那我改三岁好了 你改三岁 那方雨呢 我猜10岁啊 我猜10岁 好 那我们就最后的时候来公布 好 那我们最后会帮大家公布 那为什么要去讲这个年龄中位数呢 其实这个就是IPO公司的年龄中位数 也跟整个如何显示美国的竞争环境 然后整个资本主义是否有垄断等等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可以看出来的一个数据啦 那我们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 就欢迎来我们的这个读书会 就是6月27号礼拜四 晚上7点到9点读书会 那相关的这个活动连结 我们就放在 可以在我们的Instagram的Story 我们放在那个精选Story那边 然后或是你可以去看我们的留言处 应该都看得到 好 那我们今天 我刚才突然想到 你有提到过IPO的中文吗 哦 首次IPO是首次公开募集 公开上市啦 就是就是我 它的确切好像是首次公开募集吧 但是也可以称之就是上市上柜啦 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 嗯 好 但大家应该知道IPO吧 应该就是首次公开募股啦 就是说它第一次开始 对外 释出股份让大家去认购这样子 对 好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们最后的时候来跟大家公布答案 那我们今天的新闻呢 首先我们会来聊一下 就是台美的最新军购 那第二个新闻的话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中共颁布了要惩罚台独分子的 这个新法律 那他们的背后动机 或是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第三个呢 对 你坏坏 你坏坏 那我们第三个来讨论一下 就是国务院他们在22号发布的一个声明 那是在推动台湾的国际参与 那美国新闻的部分呢 就是下周马上就要迎来 拜登跟川普的第一场辩论 不是他们两人的第一场辩论 是他们在2024年大选的第一场辩论 那我们也会再来看一下 一个新的民调 其实它没有到太新 一个民调它在讲 就是说美国对于使用暴力这件事情的态度 好 那我们就 还有这个国际新闻的部分 那这次呢 国际新闻的第一则新闻 是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虎 他就解散了 在上周解散了 这个负责指挥加刹战争的 这个战争内阁 那其实这个内阁 在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就是 它是有跨党派人士的 还有包括这个中间派的这个反对党领袖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跨党派的人加入 是因为要显示就是 当时大家对于以色列遭受到攻击 那大家有一致的 对就是要支持政府这样 但是随着这个战争的演变 然后就可以看到 整个以色列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 然后要怎么去面对这个战争的立场 也都越来越的分歧 那所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中间派反对党领袖 他就退出了这个战争内阁 那所以外界也就预期这个战争内阁会被解散 也就在上周被解散了 那所以接下来看观看外媒啦 大家的分析就是 可能就是未来 以色列纳坦雅虎他会掌握更高的墙 就是整个以色列的这个会 对于加刹战争怎么走会更加分歧 然后纳坦雅虎这个比较强硬派的 可能目前是战上风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当然会影响到美国大选 还有全世界的这个态度风向 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关注 那再来是跟大家分享一个 6月18号皮尤研究他们发表的 发布的一个报告 我觉得很有趣但也有点 有点难过啦 就是报告显示啊 就是他们访问了22个高收入的民主国家 然后都可以看到对于民主的这个不满 Dissatisfied的这一个比数越来越高 那现在2024年就是不满的这个比率比数是64 然后满意的就有36 那在2021的时候不满的是52 然后满就是满意的是49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对于民主 尤其是高收入国家对于民主的态度 嗯越来越不满了 我不知道 虽然说我们现在是在讲国际新闻啦 但不知道这个方瑜跟Letter 有没有什么想法 哦这个民主不满意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直接问你说 请问你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民主 政治实行的状况满不满意 题目就是这个 那我觉得听众朋友们也可以 好就是看一下说满不满意这样子 嗯对就是我我觉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不过我分享一下我在呃英国这边的观察 就是英国最近刚好六月份 其实就是要要再呃重新选决 他们叫snap election 然后呃我跟英国人聊天的时候 不管他们原本是呃支持保守党 或者是支持老就是那个工党的 其实两边的人普遍都对 英国的民主政治是失望的 他们都觉得就是呃 it won't change anything 他们就说都都不会改变 投给工党也不会改变 但是他们就是他们英国人很喜欢 就是骂政治人物是bastard 就是是畜生 然后他们就说全部都是就是畜生 然后所以谁来统治 或者是谁来领导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还是一滩烂泥 就是这是英国普遍就是民众对于现在民主政治的看法 然后他们甚至也开始就是说这个就像癌症一样已经扩散到欧盟 又扩散到美国 然后就是一个很绝望的感觉 所以这是这是我观察到的 我觉得畜生好凶哦 但bastard算混蛋吗 畜生好像有点太凶了 但是但是我能够对我能够理解ledo说的 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比较也蛮担心的啦 那希望台湾呃 我觉得还有个蛮有趣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思考 就是对于民主不满是不是呃会不会就让人家觉得那威权是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就是他有没有不满到觉得说 诶那威权比较好 这是两个层次嘛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很小心 就是他会不会认为说那呃威权比较好 或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面是不是这种来自威权国家的这个资讯渗透 或者资讯操弄就变得更加的危险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小心要关注的 好那我们的这个国际新闻就先到这里 我们就赶快进入到台美新闻 好第一则台美新闻的部分呢 就是在呃国务院他在最近呢就批准了一个高达3.6亿美元的这个对台军售那主要是攻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包括3亿美元的预算是去买了这个呃291套的反装甲然后还有六千零二十万美元去这个买了七百二十架的弹簧刀无人机那还有一百零一架的这个sb300的火控系统好我先承认我对于这个军事了解不深的那就是在国务院的预算是去买了一个反装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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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装处 那再麻烦lato跟方雨再继续帮我补充一下 对那这个美国国防安全局其实他就表示这一次的军售案能够改善台湾的安全而且提升区域政治的稳定 那这一波其实是在520就职典礼完之后那一波呃中国军援之后敲定的所以这是算是一个讯号啦 嗯嗯嗯那那我想要请问的是就是这个字面上是攻击型的无人机吗 那这跟之前的有不一样吗以前出售我们的不是攻击型的无人机吗 或者还是说它是防御型的真的有在分攻击型跟防御型吗 对这个可欣问的问题很有趣哦因为因为美国每次军售的时候都会说这个是防御型的 然后怎么这次卖了一个叫做攻击型的无人机 其实攻击型无人机它的名字就叫做攻击 它本来就被归类成要攻击 但其实攻击跟防御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有敌军来的时候我们攻击他 啊这不就是防御吗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啦 嗯嗯 所以就是说对不对 就是那那然后那个每次那个中共也会在那边叫啊 说啊这个你买的武器要威胁我啊什么样 不是嘛我们是拿来防御你的嘛 就是说我们我们台湾拿到这些武器 我们当然可以攻击你 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攻击你 是因为你先攻击我了我才攻击你啊 对不对 所以但是我们这些拿这个武器当然是拿来防御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 这个是中文的奥妙之处所在 嗯嗯 对没错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也不用再纠结这个部分了 因为其实像那个顾力熊 他担任国防部长之后就说了 我们要舍弃那个所谓第一级的那个想法嘛 就不会去攻击人家 而是说我们就是防御嘛 对啊因为第一级就是要先先发制人 先攻击别人 我们不会有这种问题 对啊 对对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来讲一下这一波军购的这个时间点 帮大家复习一下 就是一个月前呢 也就是今年的5月23到24号 其实台湾的新任总统 这个赖清德 他刚上任不久 中国马上就开始进行就是这个两天的 呃 环台军演 叫联合力舰 2024A 那这个演习的范围其实包括了台湾海峡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部的这个海岸 这还有这个沿太平洋的这个区域 所以这个也是第一次中国的这个军演范围纳入了台湾的整个离岛或者是考虑到低岛对台湾防御的这种辅助作用 所以中国特别在呃台湾的这些外岛啊离岛演练要怎么样封控作战 或者是这个近岸岛屿突击作战 那这一次的这个军演呢 编号叫做2024A 所以很多的学者都认为这只是第一波 那以后可能还会有就是2024B啊 2024C啊 他们为什么不叫做甲乙饼啊 为什么要用英文 他们不是最讨厌美国跟相关的东西吗 为什么要用英文 洋人的这个字母 这样好像不太对 这个这个可能 这个可能要问一下 我这个可能就是只许周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吧 因为现在连嘻哈都要讲成就是说唱嘛 对不对 所以我我真的也不懂 那这一次话说回来 就是这一次美国对台的军售案 其实时间点刚好就在这个中国的环台军演结束之后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可以合理推断 就是这是美国想要传递的一个讯息 就是希望可以嚇阻中国 那中国对这一次的军售案反应其实也更激烈了 诶那个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他的名字好有趣哦 他的名字根本就是一个战狼的名字 对不对 那个叫什么 林剑 对 就是联合力剑的那个剑啊 哇这个名字就是本身就是 不是他妈妈帮他取的吧 就刚好吧 还是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本身名字就是一个战狼的意思嘛 就是就是我就是很锋芒 因为台湾我们取名字会避免这种这么锋利的这种名字吧 的字吧 可是中国好像不会对不对 诶那我问一下 我偷问一下 因为我小时候我很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妈妈常会听到一些名字 说哇好中国的名字 那我小时候有点不太懂 那这我就有问我妈妈说 诶这什么意思 就是很中国的名字 她就说通常比较多是两个字的 然后她又说有可能 就像你刚才就是方语讲的 会比较多这种比较 从台湾人的角度看起来好像比较冲 或是比较 呃 就是保护性比较高的一些字 那我妈当时是说 她认为也跟这个 她们的文化 还好她们可能这个 比较 她们的论述 比较那种很 很自我保护的这种文化基础 出来的 导致会有这个取名 取名的这个文化 我不知道啦 就是可能是 像乡野传说 但如果大家有对于这个取名 取名字的这个学问 有一些了解的话 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 这个发言人 她脸上就写的 我是战狼 四个字嘛 贴着 贴在她脸上 哎呀 我们请雷德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标准反应 对 这个发言人林健 他就在6月2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提到 就是 美国不顾中方反对 人对台军售 已经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以及817公报之规定 那林健他还认为 就是美国在这样的举动是 向台独分裂势力释出讯号 为民进党的台独立场撑腰 而且他还说 这个民进党是在做什么呢 以武谋毒 那美国是在做什么呢 以武助毒 那这个武是武力的武 然后毒就是那个独立的毒 那林健他也特别的强调 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红线 切勿低估中国反对台独 以及维护领土完整的决心 不意外 这个没有 那个习近平他们 他们主席上个礼拜 还是前两个礼拜 不是才透过那个被谁爆料说什么 习近平说 都是美国在叫我打台湾 对不对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讲吗 金融时报就有爆料说习近平自己讲 说都是美国要我们打台湾的 我不会上当 这样子 对 而且很奇怪 就是美方 不管是美方或是中国驻美大使馆之类 好像都没有出来严正声明 或是澄清说美这回事 对不对 就默认啦 默认 谁敢澄清习近平讲什么啊 对不对 你要是他自己出来澄清 如果你澄清一个不好的话 你就吃不完兜着走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已经让子弹飞一回来 然后过了大概一周了 但是还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 这应该真的是有这件事情 或者是这是一个中方的新论述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习近平可能想要有一些什么下台阶 但是我觉得中共最近很忙碌啦 就是 呃 这个大家要有一种就是心理准备 或者说要有一个防御的心态啦 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粉砖 这个Facebook啊 或者是IG上面一堆奇怪的粉砖都开始活跃起来 真的是 就是很多研究者已经开始提出市井 那我最近有一个朋友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呃 你如果是蓝白的支持者 你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你更要小心中国的渗透 尤其是有我看到 我亲眼看到就是有朋友在一个什么国民党的 他们的群组 他们就是为了要下一次选举的准备 类似像这种群组 就管理员直接发简体制 然后然后有人就说可不可以不要发简体制 然后另外人就说 啊因为管理员有中国的人 我们要尊重一下彼此的文字之类的 我觉得还蛮扯的 就是说就是说他们他们中国现在真的会 真的是会渗透在我们之间 那那我觉得你你身为呃 呃蓝白国民党或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更有可能会被渗透 那那这种时候你不能够因为你讨厌谁 讨厌民进党或怎么样 然后就去相信了 或者是就是完全不就不以不以为意 或者是这个不以有他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很蛮危险的事情啦 对那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说那个中国除了这个军购的这种罐头回应 我们说他罐头回应好奇怪 他很凶 而且他这种按照惯例的这种很凶的回应之外呢 他们最近有一个更大的反应 就是办不移到新法律 等一下是不是地震啊 有吗 我不知道我在伦敦 好像地震 诶 还是是我自己投运啊 我现在都不知道了 好 方雨有感觉吗 呃 呃 我知道你这么一说 我也不确定 手机有警报吗 你们手机有警报吗 最近水晶都没有啊 警报要很大很大的才会 好没关系我们就继续 反正应该不差这一次了 好 好那我们第一个新闻关于这个军购 然后还有中国的一些回应的部分 我们就先到这里 那呃 资讯站的部分 呃 我觉得大家最后也再提醒一下 最近根据IRG这边的报告 其实在呃 最近 对不起 红甲 就是根据IRG的这个报告 中国来 呃 来自中国的这一个论述 其实也包括就是店家缺店停电等等 这样的议题 就跟他国内民生相关的这些议题 那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去质疑政府在于 电力 电力上面的一些政策 那我想 我希望我们在质疑的时候 我们的论述不是被其他国家影响 而且还是一个有呃 有对我们有并吞意图的这个国家影响的 那我们可以呃 根据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去做这个批判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呃 保有民主 然后保有主权的国家呃 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好 那就大家都呃 小心一下相关的论述 那我们就进入到刚才提到这个新法律 好 那就是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我还记得当天非常认真的在看这个国会的转播 就是看这一个呃 国会改革法的复议案呃到底会不会通过 虽然就是大概预想的到结果啦 但是还是要去关注一下 没有想到 所以看的同时就等待了一下之后 就在同天 马上的就看到了 诶 中国大政杖的颁布了新的一道法律 那是要来惩罚台独分子 国台办其实他就召开了这个记者会 然后连同最高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共安全部 就是公安部啦 然后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部 司法部这些单位一字排开 那联合发布了这一部法律叫做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对 好饶 这个法律的本身到底在干嘛 好像是一种一本正经在讲干话那种感觉 那其实台湾也有这种法律 不过这些你看国台办 然后连同什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 这些东西 这就是党嘛 就是党的机构 你知道中国的法院都要强调自己姓党 就是他的last name就是党 就是中共 就是他要自己就是完全的follow党 完全为党服务 所以你看这种独裁国家 真的还蛮恐怖的 好没错 就是其实那个中国法院姓党 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已经是 一个很长期的问题了啦 那这个惠中 其实他列举了分裂国家罪的四种情况 包括第一个建立台独组织 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和推动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篡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那这个罪名的话呢 最高的刑期是死刑 那追溯期是20年 而且还规定可以针对台独分子进行缺席审判 换句话说 就是就算北京没有抓到人 中国一样可以就是进行审判 这整件事情的严重性或者是荒谬性 都是啦 就是一方面非常严重 一方面非常荒谬 就是说这显然是中共的这个法律战的一部分啦 那我们这边可能需要非常严正以待 那我们把我们刚好就看到那个国际法专家 宋承恩老师的出的这个意见啦 那我们把它改写一下喔 那我们跟大家讲解一下说 这个法律的荒谬程度在在哪里喔 第一个就是说当然台独这件事情都是由中国来做决定的 即使是我们现在讲说 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有选自己的总统 自己有自己的军队 自己有自己的宪法 我们早就已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或者是像赖清德总统讲的嘛 他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不好意思这个你就已经是台独了 OK 因为你看他上面讲说已经改变了什么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那莫名其妙没有什么改变不改变 因为事实如此 可是对中共来说就不是这样嘛 那所以这个对中共开始可以拿他的法律来惩罚喔 来惩罚我们这些台独分子这样子喔 那这一系列的做法其实是有渐进式的 他一开始做的就是前几年做的是制裁 就是公布说我要制裁你 我要制裁你台独分子 那接下来就是要惩戒 惩戒就是说他可以送他的法院 然后或者是送这个公务员惩戒等等 那现在他又再一次的提升到所谓的刑事追溯的部分 所以这个是一系列的这个法律战 而且这个法律战你看所谓的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这些东西呢 之前在哪里实行过 不就港版国安法 完完全全就是港版国安法下面的这一些判例啊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法律完全 现在就是要拿来对付台湾人 OK那这个差别是在于说 中共没有直接的统治台湾这块土地嘛 但是中共有直接统治香港 所以香港人是会直接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没有这么直接 可是还是很恐怖哦 因为为什么他可以透过司法的互助 就是跟他司法互助的国家有非常多 六十几个吧 就是你可能去那边的国家 然后你就被他当地的警察怎么样啊 或者他们是真的可以把你送中的哦 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哦 那等于就是他现在就是要 这一个扩张他的所谓的这一个管辖权 所以这完完全全是一个管辖权的法律战争哦 而且重点是这个从宋仑仑老师的角度来看 他就说其实他这个法律的内容 已经完完全全的违反了国际公约 也尤其是人权公约 像是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中共玩只单纯的又用那种 你主张什么或者是推动什么理念 就是犯法 这个东西完完全全已经违反了人权了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要有这种 就是自由的主张 自由的集会结设 自由的这个言论自由这些东西 可是你竟然因为玩这种单纯的主张 就可以说人家犯法耶 完全就是违反国际人权了这样子 而且这个我觉得中共近年来已经在全球 就是推动了所谓的这个反对什么外国势力干预台海 那他们也开始有点针对美国而来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大家都要小心 而且他还可以针对不在其领域的这个人士 做通缉 说是拘捕或者是缺席审判 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 这个宋成文老师 所以宋成文老师有说这个是国际刑法 要刑法应该是要有国际刑法 刑事法庭或是特别刑事法庭才可以这样做 可是中共你看他就随便就可以对人家做缺席审判 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违反了国际法当中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管辖权的这个原则 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就是好好的去回应 然后好好的去拒绝这样子的这个法律的 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常常讲到国际法或是一些国际公约 就会很多人讲说那联合国国际法就是它没有一个强制性 它没有一个就是执法者去执法 所以它无效 我觉得这种论述当然它是有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希望它有效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相信它有效 然后要使用它 如果大家都一直讲就是说 就是应该讲对于中国来讲 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所有人都说啊无效 那我们不要去理它 那这个就是中国最想看到的 它是真的会拿来用的哦 它真的会拿来用 对所以我们需要拿另一个论述 然后这个等于是一个在国际论述场上的一个拉锯站 就是如果这它不只是 就是它今天开启了这个法律站 那今天我们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法把它抓死 我们不能就说啊我们这个法其实根本没有用 所以我们就不要去理它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一个论述 那我们不要 不要自己把自己手上的工具给废掉了 好那 绝对不可以就是鸵鸟心态啦 真的 那我在讲补充一个跟这个新闻有关的 就是中国官媒的环球时报 它们最近就是大阵仗的批评格莱伊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格莱伊 这个在German Marshall Fund 美国这个著名智库的这个 它是主任了对不对 我记得格莱伊是主任 没错没错 那这个环球时报 他们就以全版的这个报道 就是有点是对它在发动人身攻击啦 那环球时报 他就说格莱伊将这个台独化术 拉入学术范畴 把台湾当饭碗 那报道一开始 他就讲就是说格莱伊在4月29号 在这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就是美国这个智库的这个美国办公室 举办了联合国2758号决议 案与台湾关系座谈会 那他说这个座谈会还有这个莱伊的论述呢 就是在服务民进党 然后去传递美国官方在这个 2758号决议案的这个立场 那我觉得啦 所以美国官方 等一下 他的意思是说美国官方等于民进党官方吗 他的逻辑就是这样 对 服务民进党 然后传递美国官方的立场 所以民进党等同美国官方 我觉得中国环球时代的波及 因为他的论述就是 民进党跟 对外 境外势力勾结 不是嘛 然后来掏空台湾 所以美国的立场 官方立场 就等于民进党官方立场 所以现在台湾是美国的第51周 还是 不知道啊 这是很多中国的这个论述在讲的啊 就是他就是在讲就是说美国 台湾是美国的这个傀儡吧 我们的就是变成他的puppet 这样子 OK fine 只能笑一下 对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要很小心啦 第一个就是这种论述 就会不断的把台湾做小 那我们当然就是要让他们知道 这不是真的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台湾跟美国 不断的好好的交涉 看看 不是看看 就是要讨论如何 其实我跟方雨之前有参加过好多场这种研讨会 都在讲就是台美关系 我们要怎么让这个关系双边都可以更有自信 就包括台湾也不要觉得 就不要被这种论述影响吧 然后或是也不要觉得美国 台湾有人都是听美国的 因为台湾很多以美论都是认为我们在美国面前 一点声音都没有 但其实是有的嘛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要好好努力 然后也是台美之间要共同努力 但回到这个论述 嗯 那都请说 就是其实刚刚可欣说的这部分 其实就跟中国在欧洲想要用的伎俩是一样的啊 因为中国其实就一直跟欧洲人跟欧盟说 你们要有自己独立的 比如说国防政策 外交政策 不要老是跟华府站在一起啊 但是其实当你的利益 对于欧洲人来说 或是对于台湾人来说 你的利益跟华府是一致的时候 Why not 为什么不站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 就是当利益是一致 而且站在一起可以集大化的时候 那你就是要这样子做啊 那而不是说 我为了要凸显说 我跟他不一样 所以我不为了我自己 维护自己的利益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那反而这样子就是 去膨胀或助长了中国的利益 那去弱化你自己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可是我觉得那个葛来仪的回应还蛮有趣的 这等于是一种中国官媒的一种认证嘛 对不对 他回应什么 跟大家讲一下 葛来仪的回应 葛来仪他的回应他就说 啊很显然啊 我已经跳动了北京非常敏感的神经 也许中共应该要停止扭曲 2758号决议文 而不是对我发动这种人身攻击 所以其实他就是 他就是说啊我被颁奖了 我被中共认证了 这种感觉啊 对但是但是我觉得这很 必须要很注意的就是说 你看他跟 他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反台读法是 几乎是同时发出来的啦 那就隔一天 所以其实其实我觉得中共是有 等于就是选了葛来仪做一个样板 他是在警告人家说 你看你不准给我搞台独 你如果搞台独 我就会定义你是在帮 不是 你如果讲批评中共的话 或者是在讲任何跟台湾相关的话 我就把你定义成跟民进党是同路人 我就把你定义成是要有犯罪的 我觉得这个 我那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我在那个半岛电视台上面的 那个跟中国人辩论的那一次 那个中国人 那个中国人性高的那个家伙 他也是这样讲的 他就直接呛那个日本学者说 你是犯罪 你怎么可以不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是犯罪 我觉得他们这一套的这个体系 现在用这个法律推出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整个整体 就是真的是有步骤的一步一步在推动的 就是他现在说你是犯罪 他真的有法律可以说是你是犯罪 真的是这样 那但是我觉得说回来啦 刚才我们不是说到 就是现在台湾内部有非常多的蓝白政客 甚至是媒体整天在那边讲说 什么民进党收买了全世界啊 或什么的 这个完全就是中国的说法 就是说当全世界有人 有任何的国际媒体 有任何的国际的学者 有任何的智库 在帮台湾讲话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这个都是民进党收买 这个完全就是中国的那种说法 那当然我们会说 这叫做台湾内部的一种 在地协力者啦 那我们刚才说到军购 对不对 我觉得特别需要跟大家讲 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军购 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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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笔军购 一定都会有很多人跑出来讲说 这个军购没用啦 怎么样 这一次你去看这个报导 我们刚才说到那个弹簧刀嘛 这个无人机 这次跑出来是谁呢 很大个哦 就是很大的一个人哦 就是退役中将 帅化名 那帅化名他曾经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 就是非常大 那他这次跑出来说 美国是垃圾 一直卖我们这个没用的武器 这个无人机都没用 这样子 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帅化名中将 他就是陆军退役的中将 那他是陆军官校第36期毕业的 那他也是美国的这个陆军学院第67年班 那曾经担任国防管理学院的院长 那2004年跟2008年 就是这期间 其实他有去担任国民党两任的这个不分区的立委 那曾经也是国防委员会的招委 好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他刚才帅化名中将 他提到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要批评军购是可以批评军购 因为我们也知道像是李昕平将军 他提到不对称作战之后 也有很多人就是是有批评的 或认为就是我们不能全部都仰赖不对称作战 那我觉得这是可以讨论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是比较 是这种为了批评而批评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批评真的是带有情绪化的批评 我觉得这是对台湾非常不健康 那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他提出来的理由啦 他说无人机的作战是非常没有用的 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当中 他携带了就是某一种炮弹 那还有就是俄国的这个装甲车已经很会防御了 所以无人机是没有用 我觉得他提出这个东西是有意思的 那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我们去针对他这个论述去debunk一下 我觉得这个太容易回应了啦 就是第一就是我们这次买的三种不同的机型 不是只有一种 那第二就是说 过去在俄乌战争之中 乌克兰用了这一个我们现在买的这种无人 其中一种的无人机去反制俄国的装甲车 然后俄国的装甲车一开始损失产重 然后后来他们找到了防御的方式 就是再加装一个什么保护套上去 等一下问题是 难道我们就要傻傻的再用同一种炮弹 或者再用同一种没有用的方式 去打中国的装甲车吗 显然不是嘛 无人机他之所以厉害的地方 就在于说他可以操控 就是不用人去操控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去操控做各种不同的变化 你也不是需要带那种已经被证明 已经被新的防御方式防掉没有用的炮弹啊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过去以及俄乌战争当中 现在俄国找到防御的方法的那种方式 我们也会进步啊 我们也可以 我们就不需要傻傻的再去用嘛 你这种什么理由 真的莫名其妙 那么除了这一个战术战法是有可能更新的之外 我们刚好看到一个很不错的参考资料 这个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World Street Journal的这个驻台北记者王若宇 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在讨论说台湾要如何取得无人机 而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现在很多无人机的这个制造厂商 其实是来自于中国 这就是会造成一些麻烦 而且他在这个最新的这篇报道里面 也去访问了一本新书的作者 这本新书呢叫做我不做英雄 作者是陈希 他就是自己跑去了这个乌克兰 就是去加入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作战 那这本书我不做英雄 他的副标题叫做 一个台湾人在乌克兰的战争洗礼 非常值得参考了一本书 那这个陈希先生呢 他就提到说啊 这个无人机在战场上 对于前线官兵掌控敌情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在这个乌克兰前线的这个经历 就让他知道无人机是一种非常直接直觉的方式 可以去了解战场的情况 你就把这个无人机飞出去 然后就可以取得 去知道说战场上发生什么事情 他又在这篇报道里面说 他说如果没有无人机 你就处于绝对劣势 你的敌人可能知道你在哪里 但是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没有无人机而对方有 那你就会遭到就是伏击 所以说无人机对台湾来说 这一个尤其是对军方来说 在作战场上 绝对不会只有像是帅画名说的那样子 就只能傻傻的在那边投弹药 而且这个弹药还没有用 所以这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无人机的这个重要性 过去其实 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样 大家记住一个原则啦 就是说不管什么军购 不管我们买到再厉害的武器 就像我们之前说到 我们之前买到飞弹 就是超级先进的飞弹 然后他们都会说没用 一定会说这个就是没用 然后我们就是中国就是会很厉害 然后我们美国卖我们的 我们都是没用 然后或者是美国卖我们都很贵 类似这样这样子 其实都是在乱讲啦 或是觉得有用的 例如说像是布雷车 觉得有用的 那他就是说太危险了 反正都不应该用 就都不应该用的意思 那个快速 火山快速布雷车 那个东西有够扯的 就是说他就是暂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布雷 他好像只要十几分钟 就可以把那个沙灘布满雷 然后你知道蓝白那个时候 蓝白立伟的那个时候的说法是说 你知道你去布地雷的话 我们就会乍到那个游客什么的 欸暂时的时候哪里来有游客啊 拜托一下 我就觉得说你要反美 你也用一点比较有内容的东西 或是有逻辑的东西来反 你不能用这种 很无脑的这种方式来反美啊 对不对啊 而且这边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这一次被批评的 这个折叠到三百型 其实他是专门提供给像特种部队 或者是前线的这种小部队 然后因为他期待非常的轻便 然后而且他的运用 是比较属于这种精锐部队型的 然后提供很强大的一种火力的优势 所以他其实运用有很多种 并不是就是只有去打这个装甲车而已 那如果大家就是对于这些武器比较有兴趣 其实蛮强烈推荐大家去追踪一个 网站或者是一个杂志社 叫尖端科技军事杂志社 就是这个他上面有都有一些介绍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 我分享一下 我在前几天那个在青岛东的 那个夏季公民学校 就是大家在街头做一个审议 那我分享了一些 就是说 其实台湾跟美国很多时候讨论 就是我们台湾看美国 或是看中国的政策 很多时候就是会牵涉到自己的认同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像帅华明 他四月份的时候才去中国大陆祭祖 他就说他那他就自己讲说 我的家乡就是在中国什么的 我觉得我还特别跟大家讲说 其实你认同整个你是大中国 或者是你是认同你是中华人 或者是中国人 或者是什么whatever都可以 但是但是现在我们台湾最大的危机 是你不反共 我觉得不反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你要跟中国政府一起 达成你什么中华民族的荣光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中共现在就是一个独裁 然后就是对人权的侵害 对民主的这个侵害 你就算你想要成为一个中华 中华这个大中华的 这个很光荣的人 你也不应该去跟中共合作啊 这个就像有些人说的 你要反共大陆也好 或者是你要什么 可是你如果都不反共的话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啊 那所以说他们就是因为 亲中有这个认同 所以才会举出这种 很莫名其妙的这些理由来反对 我们跟美国之间加强合作这样子 我最后总结一下啦 我觉得像刚才方雨讲就是说 那个火山布雷车的时候 就是有立委就会讲说 啊这个会伤到这个游客嘛 游客 对我第一件事情是 我个人是认为啊 真的有可能是有游客的 因为之前Pelosi啊 或是什么就是这个 这个军演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多人跑去海边去看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件事情 应该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怎么去避免 或是去透过跟人民的沟通 叫他们讲有这个战时的这个概念 真的打仗的时候 别去海边了吧 就是 我觉得这才是他们应该做的 而不是说 你会伤到游客 然后所以我们不要使用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非常 我们要非常非常重心的 没有啦那个 没有 战争的时候 或者是说 当中国真的要来登陆的时候 会封锁 那个时候一定是封锁 而且一定是戒严的 对啊 一定是马上游 一定是战时的状态 那时候就不可能会有游客了 嗯 对 我觉得可欣的意思应该是说 就是要提高民众 对于这个战争发生可能性的认知 对对对对 今天不要有那种觉得 我是什么政党 我是什么色彩 所以非但打过来的时候 不会打到我 不会打到我家 嗯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就是 这个全民的共识 还有跨党派的共识 我觉得 这个 就像刚才方宇讲的 这个真的有时候诉诸到 认同的问题啦 那真的真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这个沟通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 大家继续努力 那我们这部分的新闻先到这里 我们就先进入到第三节新闻 好 第三节新闻呢 是根据这个美国国务院22号 他们发布的这个声明 那就是他提到 在这AIT跟Tekro 那Tekro就是台湾驻美国的这个 呃 的这个大使馆啦 那在21号的时候 经济文化代表处 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台湾驻美国大使馆 那在21号的时候 在台北还有国 呃 在台北跟这个国务院 还有台湾外交部的这个代表 举行了一个会议 那他们的内容就是要去扩大台湾 在联合国体系 以及其他国际论坛的这个有意义的参与 对那这一份声明里面 其实就说了 台湾的这些世界级的专业知识 在因应当前 就是全世界最紧迫的一些挑战呢 都有相当大的一些价值 譬如说国际公共卫生啊 粮食安全 航空安全 跟气候变迁这些领域 那根据这份声明呢 台湾已经展示出 就是他这个全球问题 跟支持国际社会能力的意愿 那美方的话呢 是重申 就是美国长期以来 对台湾有意义的参与 联合国体系 跟国际社会的承诺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 跟国际民航组织iCAL 那中国不断的在限缩台湾的 这个国际空间之下呢 美国近年 其实对台湾参与 国际组织的支持力道 明显的提升了 成果呢 也就是明显的 就是鉴于国际的这些声明 譬如说 七大工业国集团G7 他的这个外长联合公报 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提到 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那今年4月份的这个声明 其实就指出 G7的成员国支持台湾 以联合国或者是 以这个访客的这个身份 有意义的 而不是以就是国家 身份为前提的这种 参与国际组织 譬如说像世界卫生大会 WHA 或者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这些技术会议 那G7这个月呢 就是召开了领袖高峰会 会后声明 其实也都包括了这些类似的内容啦 就是不晓得方瑜觉得怎么样 因为我看到其实有一些学者 他的分析是说 觉得这一些不以国家身份为前提的 国际组织参与 他们觉得这个还算是还很软啦 就是不是很实质的就是支持这样力道不够 以国家身份为参与的这个国际组织 现在就是行不通嘛 因为就是中国会阻挡一切嘛 那所以这个就行不通 那所以我们当然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去敲门 那我觉得这个大家又要再跟大家提醒一次 就是说每一次 每一次毫不例外 就是当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声明 听我们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呢 就一定会有一群人跑出来说 这个都没用啦 这个都怎么样啦 当然有用好吗 就是你在外交上面 你要光是让一个国家在外交上面做表态 这件事情就已经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喔 你要任何一个国家的国会 国会议员愿意表态挺台湾 这也是超级困难的事情 你想想看 一个国会议员为什么要 管理这个在十万八千里远外 一个小岛上发生的事情 跟他根本就无关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要用各种方式 去长期的去交朋友 然后去交流 然后去沟通 最后他真的认可台湾 才会发声明听我们啦 所以说你不要一直说什么 啊这个都没用啊 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当然有用 这个全部都是 就是很辛苦 然后很多人 包括这个在海外的台湾人 包括我们的外交人员 包括很多方面的去努力而来的 然后就是不要 我们台湾就是有太多人 一直在唱随我们自己 就整天在那边讲都没有用什么样 我觉得真的是 很要不得的那种心态啊 嗯 我还想要讲 补充另外一点 这个是我最近 因为6月20号的时候 是那个国庆待命日嘛 那我在准备这个 就是新闻稿的时候 就是记者会的稿子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 然后那时候我在 我也在就是看一些 关于这个难民 难民法的一些 呃这个 就是相关的这些 呃措施 还有他们的规范 我那时候就有点 因为我主要是关注在这个 罗兴亚难民嘛 那我那时候就有看 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的这些难民措施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 罗兴亚的问题 原因是因为 他当时的出身 这个设计 就是为了要去解决欧洲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在很多的国际理论上面 都会有个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 换句话说 就是当今天这个规范 是从欧洲出来的时候 那他就很难去解决 亚洲发生的事情 那细节之后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看 就是我在 宽日线上面写的文章 但是我想要主要是讲 就是说 在国际治理上面 这个东西 global governance 我觉得在台湾的讨论 非常少 应该讲不只是在台湾 在亚洲的讨论非常少 亚洲提到 global governance的时候 都是说 就是follow这个欧洲 follow美国的这一个 这个框架 但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世界各地都有问题 包括亚洲的问题 而且亚洲的问题 也会影响到欧洲 会影响到美洲 但是呢 我们往往都是让欧洲人 西方人 就是美洲去决定说 那要怎么去处理亚洲 那坦白讲 我觉得以前OK 因为毕竟他们真的在 各方面的发展 真的确实就比较好一些 但现在在人权 在民主 在经贸上面 说真的台湾不落这些国家 台湾完全不输这一些欧洲国家 那我会觉得我们在 global governance上面 在国际治理上面 台湾的声音应该要大一点 就是我们是有 有合理的 就是 我们是非常有正当性 要声音再大一点 那现在国际也帮我们 开这个 这个管道 让我们可以讲更多一点话 让我们有更多有益的参与 那我真的很希望 就是我们的mindset 我们的这一个 就是大家 民众公民 还有政府 或是立法院端 大家都可以有个 更高的一个 一个视角 就是认为台湾是有能力 去做国际治理的 然后在这一些国际领域上面 发更多声 然后去 有更多领导的这一个意愿 而不是就觉得 我们永远都只要follow 美国就好 我们只要follow欧洲就好 那如果我们永远都这样 我觉得 中国一直说 我们很小这种论述 也更容易 就是 吞噬我们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台湾到对自己 更有信心 然后 更用这种国际治理的角度 去看我们在国际上面的角色 嗯 因为我们绝对有这个能力 好 那 我们这个国际参与的部分 我们就 聊到这里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来聊一下美国新闻 OK 下礼拜 6月27号 就麻烦方瑜跟这个 Lado 都要 我不知道能不能误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欢乐 就要定逃时间 因为就是这个 川普跟拜登 他们要进行 这2024年 总统大选的第一 两人的这个第一场辩论 那总共时间是90分钟 那这个是CNN 我刚还以为要讲什么 2024年第一场约会 想说好浪漫哦 我觉得是先服务 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是啊 他们很少有同台吧 好像今年还 至少我还没有看到 今年有同台耶 应该是没有 那anyway 就是这场辩论是CNN主办的 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 算好事嘛 但至少就是因为他们 选过了嘛 所以就是这些主办单位 他们知道会有多么的 就是不受控 疯狂 对会有多么疯狂 所以他们就是制定了一个规则 第一件事情是 现场没有观众 第二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不是你的 不是你讲话的时间 不到你讲话的时候疯麦 就是你是mute的 所以就是不会让你 就不会让就是 其中有一方 可以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就是或是占用其他 另外一方的时间 那我觉得这个 设定蛮特别的 那也是让就是民众有更 比较好听到 就是候选人的声音啦 OK那其实就是 这也是美国的这个选举史上 没有任何一对这个候选人 这么早就开始进行这个辩论 也是因为 这次已经很早就知道 就是最终的候选人是谁了嘛 OK那 那其实我们上 我记得是前两次的这个trivia嘛 我们就是问 问就是说 就是美国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会 那就是1960年代 看乃迪跟那个尼克森的这个辩论嘛 那那一次是第一次的电视辩论会 然后之后都是在9月或10月进行的 所以这次在6月27号这么早就开始进行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早的 OK那 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 拜登他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川普很会喷人嘛 然后 那拜登 那再加上拜登现在就是 是这个 呃 现任 所以他可能比较容易被抨击 他现在的一些政策 对 所以他是比较居下风 那再加上他年纪又比较大一点了 他的这个 大家都比较担心他的 川普其实也78岁 但我不知道他吃些什么 他的精神真的是 有啊 他吃麦当老啊 他不是吃素食吗 对啊 但是精神怎么这么好啊 但anyway就是 大家蛮担心 拜登的这个 呃 状态的啦 对 所以就是 呃 根据报导 就是从礼拜四 美国事件 礼拜四晚上 就是拜登就到了 这个Camp David 那就是礼拜五开始呢 要正式进入这个准备期 要为这一场总统辩论来进行准备 那这场辩论真的非常重要 因为6月27号之后的下一场 就是在呃 9月了 所以距离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呃 那下一场9月是ABC这个媒体举呃 呃 呃 那这过程当中 我三个月的时间 坦白讲 如果他这次搞砸了 你在这这三个月之间 你会就比较少有机会去翻转啦 对 所以就是呃 拜登现在之内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那根据 呃 好像上个礼拜 那个超级超级大亨 呃 那个Bloomberg 就是Bloomberg的创办人 Bloomberg 呃彭博他也捐赠了他他捐赠几十亿美金嘛 如果没记错的话 捐赠几十亿美金给这个呃就很大笔的经费给拜登 那但是还这个川普目前在摇摆州的这个比数还是呃还是领先呃拜登啦 对所以就是川普呃拜登有点紧张那大家就拭目以待6月27号的这个电视辩论会 对 没有那个 其实 其实齁这个设定在这么早真的是很罕见啊 就是说很没有一次是在6月就辩论 然后但但其实这对这对川普来说也不一定是好事哦 因为为什么因为因为呃川普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他很会讲话 他很有活力 可是嗯 相对来说只要拜登撑得过去这90分钟 他就可以大大幅的扭转说大家对他的质疑 就只要他撑得过去的话 好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大家都很担心川普开始口出恶言 口出恶言针对拜登也就算了 他会口出恶言针对谁呢 针对中间选民 过去过去川普在辩论当中就真的就是有主持人就是问 赵立会问他说那你要怎么样吸引更多人支持你啊 然后你要怎么样对不支持你的人说话 然后拜登就会讲说哦我要做全民的总统 我要这个呃这个扩大我的支持群众 我要跟为大家服务 然后川普说什么大家还记得吗 川普四年前说那些没投给我的人都要下地狱啊 哦对对 他根本完全不care中间选民 他是完全 所以然后所以那个拜川普阵营就传出来一些消息 就是说大家都在劝川普说你要至少也说一点好话吧 然后这个就是你不要再像过去一样这么的就是口出狂言啊什么的 你你选举就是要吸引中间选民 可是川普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也不care 所以其实大家也是会 川普的支持者会担心他啦 就是说担心他如果再口出恶言 然后挑战中间选民 他其实就是还是会搞砸 现在其实一点点领先优势 所以川普会不会有占优势 其实还是要看他自己 嗯但可以想起我们这次的这次就是这个辩论会一定会讨论 第一个就是经济一定会嘛 就是inflation经济 然后再来是abortion的这个堕胎的议题 我相信也会讨论 那其实川普算他是保守派的 但他在他在这个堕胎议题也没有到极端保守派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要再看一下表现 然后还有立场 然后再来我相信这个呃永腔的议题也一定会提到 移民的问题绝对也会提到 所以我觉得这几个议题就是蛮值得大家来看 也是接下来呃这个这个总统大选非常重要的这几个大议题 好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呃其实我之所以会看到这则新闻 是因为就我们过去的好几次的这个美国新闻 我们都一直不断的在强化就强化一直在讲 就是说哎美国现在有多么的分裂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美国很分裂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查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哎那要怎么去解决这一个分裂 那让我查到一个更让我难过的新闻 就是什么东西 就是在我看到了 这其实有点老了 但就是今年四月的时候PBS PBS就是美国可以把它想为是美国的公式吧 他们制作了一个民调 那民调就发现呢 有五分之一就是二十percent的这个美国成年人 他们认为就是要怎么去让这个国家走到走 重回到正轨上面呢 他们认为诉诸暴力是OK的 那如果这是全体 那如果你去看党派分的话 就是中间选民独立选民的话 大概有18%认为 就是说你是可以诉诸暴力 然后就但有82%的人 是认为是不可以使用暴力 那这个这是一般选民 就是中间选民啊 不是一般选民 中间选民的这个表态 那民主党的选民的话 是12%认为说是可以诉诸暴力 87%认为不可以诉诸暴力 那共和党的话是28%的人认为是可以诉诸暴力 70%的人认为不可以诉诸暴力 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共和党相较这个 不管中间选民或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来讲 他们更容易更倾向于使用暴力 让国家走回正轨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讲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其实也不要就是好像把 共和党都把它描述了好像很野蛮 我觉得也要去了解就是 共和党他们的这个很多的选民 他们的这个心声 那其实包括他们觉得自己的自己受到剥削 或者自己原本拥有的这些权利 好像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他们会用更极端的激烈的方式 要去取回取得他们的这个 原先对这个自己国家的想象 OK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数据并不是说要去我们指责谁 而是让我们看到现在美国 真的有一群人 他们是对于自己国家的想象 不满到一个程度是他们想要利用暴力 去解决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要去了解到他们的这个愤怒在哪里 然后希望真的能够去解决到 Lado要补充吗 哦没有 我是刚刚在看就是到底为什么拜登跟川普 两个人表达方式差那么多 然后我跟大家要补充一个一个小小知识吗 就是我刚好看到有文章在分析他们两个人的性格 然后是用星座在分析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 我觉得这个文章蛮有趣的 就这样 谢谢 好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整个美国的状态 就是大家还是要继续关注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讲到美国的状态 其中也跟这个 其中一个大家的愤怒 其实也跟经济有关嘛 还有就是觉得自己难以翻身这个件事情 其实还蛮严重的 回到我们一开始的trivia 那就是2023年的时候 IPO的公司的年龄中位数是多少 那刚才Lado你是猜3嘛 对不对 对没错 那方瑜是猜10嘛 对不对 对 恭喜 恭喜方瑜猜10竟然答对了 耶 什么 很强耶 你这样一猜就是猜10 你是之前看过这个答案吗 我刚才听到你就一猜就猜对 我真的觉得很惊讶 我依稀 依稀有看过 好像好像是这个数字啊 很厉害耶 我只能说依稀 我只能说是依稀 依稀看过 OK 好 为什么会这个数字重要呢 因为刚才有提到1980年的时候 中位数字是6嘛 那现在的话 中位数字是来到了10 那其实这几年当中 好像都有这个数字有在往上增加 然后如果去看平均年龄的话 也是 这个美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年龄在 大概现在是18岁 比如讲平均哦 那在1996年的时候大概是12岁 那其实他也整 就是换句话说 就是整个 美国企业的规模 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 新公司加入的这个能力可能降低了 所以整个活力可能减少了 所以才会让大家这个年龄 是不是跟美国的政坛一样啊 就是年纪都无量的往上升 OK 所以这就是跟这个美国的竞争环境 然后垄断的环境是有一些关系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那就欢迎来我们礼拜四的这一个读书会 好 那今天的新闻就先讲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收听观测站底加了 我们会讨论台美关系国际动态 我们的粉专 US Taiwan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 也会随时更新台美政治的动态 而这个Podcast是服务现在太忙 只能耳朵收听新闻的你 也会帮各位加料加辣 那听到最后 别忘了在你收听的平台 Follow观测站 帮我们按赞哦 我是可欣 我是芳瑜 我是雷豆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再会哦